我們要帶所有觀眾朋友們 來關心的 就是中國大陸 非常注重這個面子工程 你不管去到北京 或者去到上海的話 都會看到繁華的一面 但是最近這幾個地方的話 大到沿海的城市 然後小到內陸的城市的話 現在都掀起了一股擺攤熱 這擺地攤的話不得了 現在到了入院以後 甚至是白天的話 你看街頭巷尾 到處都是擺攤的人 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的擺攤人呢 過去不是要這個進展高科技嗎 太空業嗎 還有這個5G的一個大建設 甚至6G的大建設 但是沒有想到 現在全部都是擺攤的人潮 好 最主要是李克強 李克強到底是吃了什麼 誠實豆沙包 最近引起熱烈的話題 他告訴了全國 全中國的民眾 他們這個人均收入 1000元以下的話 居然高達有6億的人口 這樣的一個說明的話 其實已經引爆了 全中國大陸民眾的一個議論 原來中國大陸 越收入不到1000元民眾的人 高達了6億人口 6億人口是什麼樣子的概念呢 其實將近有一半的人的話 其實收入都不到1000塊人民幣 世聰到底怎麼回事 對 事實上是他在5月28號 兩會的這個記者會之後 我不知道他真的是吃了什麼 誠實豆沙包還是怎樣 他居然講了這個話 他就說中國大陸的人均 大概目前是3萬 但是有大概6億人口 他的一個月的收入 只有1000塊人民幣 他之後還講了一件事情 他就說 因為他最近看到成都 有些人在擺攤 他說一個晚上就有3萬多個攤位 那3萬多個攤位 就會創造10萬個工作機會 所以他講這樣一句話說 沒想到全民就開始擺攤 擺攤這時候就在全中國爆開了 我們可以講最早一開始的話 就是成都 成都的確 李克強講的那天晚上 有3.8萬個攤位 然後10萬人的工作機會之後 成都大爆滿 緊接著鄭州也出現一個大爆滿 鄭州比較不一樣的是 鄭州他是把車子開到 他們擺攤的地點之後 大家都把這個車被把它掀開 掀開裡面來說 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可能我自己家裡面的東西 或是二手商店的東西 全部把它拿出來賣 這是鄭州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地方 另外在全中國各地 街道全部都是大爆滿 爆滿的就是說大家都全部 你看這個街道上面 大家全部都拿出來 能夠賣的都拿出來賣 他們短時間之內 就真的是形成一個全民擺攤熱 甚至他們最後還有說 這個還有口號都流行出來 他說工資沒8000 不如擺地攤 10年打工一場空 擺攤三年變富翁 工作不好找 地攤搞一搞 所以大家就會覺得 那我乾脆來搞一搞地攤好了 那你說真的有這麼好賺嗎 還真的很好賺 最近在網路上非常流傳的 一個成都女孩 她就出來說現身說法 她就說這個擺地攤真的 以前她在這個打工的時候 薪水也沒有那麼高 那她出來擺地攤之後 沒想到一天居然有數千人民幣 然後擺攤擺了一陣子之後 她說我買了一手二手的奧迪車 就是這一個 這個就是第一個擺攤 是不是成都的 對 她擺攤之後沒想到 還居然買了奧迪車 那當然大家有樣學樣就說 我網路上現在很多貼文都在說 我擺攤賺了多少錢 那你知道還出現什麼狀況 現在各行各業都出來擺攤 其實你知道嗎 事實上現在很多 包括說像賣卡拉OK的 這個K哥的這個麥克風的 還有各式各樣都 你看甚至還有牙醫 律師 全部都出來擺攤 牙醫也可以擺出來 對 甚至還有賣保險的也出來 然後還有人資 這個騰訊的人資就出來擺攤說 我要這個找多少人出來 這個我們在那邊工作 甚至都擺攤 甚至還有幼稚園 幼稚園裡面來說 園長就說我們四個月沒有開學了 那沒有開學的時候 那我們學校面臨這個租金的壓力 你看他就直接在幼稚園裡面擺攤 擺攤賣什麼 賣一些那種所謂童裝店 什麼的 因為童裝都倒閉了 童裝倒閉的話 就拿這個來拍賣 所以它變成是這樣的 連幼稚園都可以擺攤 那你要擺攤擺攤 擺到這個為止來說 我覺得童裝到真的很會宣傳 他們現在就說什麼 就說你不要小看擺攤 擺攤很多人都是因為擺攤 才變成富翁 他現在就看市面上 馬上就出了一個擺攤的教學 你看這個書裡面 你也能擺攤 擺攤法 對 沒錯 它裡面就細數說 你真的你看像馬雲 他說馬雲以前是在浙江擺攤 柳傳志以前也是在北京擺攤 他數了非常多人 什麼美團的創辦人 劉強東什麼 全部都是擺攤 所以你不要小看擺攤 甚至現在還真的 人家就說 現在很多人喜歡去看這個擺攤 為什麼 他說你去看一看 搞不好這個未來的CEO 就在這些攤辦裡面會出現 因為馬雲以前是擺攤的 對 那好 除了這個狀況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 就是過去城管都是會管得非常嚴格的 可是最近城管變得不一樣 我們有一個在江西的城管 他叫做柯文 居然怎樣 他就說他居然打電話 他打電話給這個 譬如說慶雪 你以前在那邊擺攤 就是這個 他打電話給慶雪 說你可以來擺攤 就是他這個你慶雪 你回答我什麼你知道 你騙我的吧 你怎麼有可能 城管什麼時候那麼有良心了 對 然後他就說真的真的 我們請你來擺攤 然後那個人還跟他說 那你是跟我們要租金 不要租金 不要租金 他說你趕快來 趕快來 他說不相信 他說好 那我跟你約明天在什麼地方 我們一起去那個地方 我們都規劃好一個區域 你可以去那邊擺攤 結果那個城管就真的帶他去 就真的就 真的就那個地方就在那邊擺攤了 而且都規劃好好的 那甚至你看就是這樣 這個流動攤販 離子擺攤點 對 你就可以來這邊擺 擺了之後 不管這樣 還不是這樣 擺了之後如果你真的是 假設你很忙的時候 他還可以幫你挑擔子 還可以幫你管 還可以幫你賣 你東西賣不完了 他還可以幫你賣 所以城管現在是反而下來 幫地攤 攤商在賣東西 這個畫面我看到我實在說實在 我真的覺得到底是不是造假的 過去城管的話 是跟攤販打成一團的 而且各個地方 還不時會出現那個 被管的這些攤販 後來不爽的情況之下 把那個城管給砍死了 就現在是反過來了 以前攤販跟城管是那種 互相對立的 現在變成是互相合作 甚至他們內部還有傳說 這個在當地的城管 你只要隊員的話 你可能要想辦法撈三個這個攤販來 你就隊長會要撈五個進來 所以你看這個風一變 現在過去大家是聞攤販色變 現在變成是 中國大陸所有民眾 都要趕快來擺攤 那我覺得為什麼要擺攤呢 說實在的 其實李克強說得非常清楚 創造就業 如果中國大陸從這個 這一波的疫情到現在為止的話 市場預估了 至少有八千萬人到一億人失業 那你這些人到哪裡去 所以鼓勵他們去擺攤 又賺點外款 短時間之內有個臨時工作 或許民眾的話感覺比較安心 我覺得很慘的可能會是 中國民眾 尤其是那些韭菜們 全部都會被收割 本來搞不好只是 中產階級的一個陷阱 現在搞不好是韭菜階級的 一個陷阱 僅有的一點點錢 你把它拿去了買生財工具 為了要擺攤 結果沒有想到買來以後的話 糟糕 沒有生意了 全部 後來全部都被收割了 好 來 這個傑銘 到底中國大陸的經濟 現在到底怎麼樣 中國大陸的經濟到底怎麼樣 中國大陸的經濟現在很糟糕 我們看這些國營企業就知道 一直以前說中國有三桶油 真的賺天賺地賺石油 真的是在過去這20年 這三桶油是中國最具有競爭力的公司 對不起 今年我們先看 最厲害的中國石油 號稱中國最大的石油公司 今年第一季就虧掉162億人民幣 中國石化也虧掉了197億人民幣 好 不只如此 中國電網總可以吧 你總是要用電吧 對不起 因為整個景氣下滑 大家都在家裡面 沒有什麼生意可以做 工廠也沒有生意 直接跌掉9億人民幣 這是真的很誇張 你能想要做電網的也都虧錢 就知道中國經濟有多惡劣 另外一件事 因為你現在國內不能開工廠 你貨也出不出去 所以中國以前你是要做越大 因為中國這樣一句話 越大賺越多 結果沒想到是怎麼樣 現在是做越大 虧越大 我們舉這個 中國海運集裝箱CIMAC 你知道早期你都看到這個Green 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Everygreen就是我們的長榮 後來你在全球都看到 這個CIMAC的這個吉香櫃 真的是非常多 結果做大之後 對不起 今年第一季爆虧 120億人民幣 這是過去20年 甚至30年你沒看到的數字 在今年第一季出現了 好 那更不用說最慘就是航空業 沒有人坐飛機 飛機很慘 那麼你知道在過去 中國的飛機是飛全世界 你可以不論到非洲 到哪個地方 你在中國都到了 好了 養了這麼多飛機 養了這麼多人 這麼多航線 直接虧給你看 你看當時最兇猛 南方航空虧掉了52億人民幣 國際航空虧掉48億人民幣 連東方航空都虧到39億人民幣 最誇張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當時中國考慮到說 現在民眾都沒有出遊 沒有錢付 過路費 而中國過路費非常貴 去中國工作都知道 中國過路費真的很貴 高速公路的費用太貴了 嚇壞了 而且都要收費 沒錯 那結果怎麼樣呢 是這樣 我這樣要分兩個 就是會有人開車上去的 貴到不行 然後有些地方不收錢的 一部車都沒有 因為他們開了很多那種幽靈 高速公路 我以前在中國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 他們會閃 對 要殺那個 要快的時候走那個沒有收費的 一路都沒人 但繞遠一點點 那原本是說 就是說好了 為了讓民眾開心一點 我們無一長假不收費 結果沒有 撐不住了 好 高速公路 因為你知道他們不收費的話 一天等於損失15億 最後結果收費了 結果收費了 沒辦法 因為中國沒錢 好了 那更不用說 當時國鐵 其實打算在過去兩年 國鐵是賺錢的 因為國鐵連續虧了十年 十幾年 這個就是台鐵的意思 對 沒錯 中國的鐵路 鐵路公司 國鐵集團 對 你看 不得了 現在最熱的像瀋陽 哈爾濱 成都 這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 直接暴虧51人民幣 你知道現在這個數字出來之後 中國開槍了 美國開槍了 來看這次訊息的消息 這些數字川普看到了 川普做什麼動作 他簽了備忘錄 嚴審讚美的上市中企 那準備要淡中企的銀根 而且設60岩大線 真的是趁你病 要你命 這裡面的話非常地驚人 就是光是他們統計的話 光是這幾年 在美國上市的中企的話 爆出了財務造假的問題 就有這麼多 包含了最近的瑞幸咖啡 愛奇藝也有 這個好未來 拼多多 跟誰學 全部都是最近爆出來的 這一個債務的問題 而且這債務是過去 為了要假裝快速上市 因為在美國 納斯達克的條件很寬鬆 其實你虧錢都可以上去 只要你把你的數字做得漂亮 就上市 那這兩年其實 中國的經濟確實已經下滑 但它維持在這個中國股票 要在美國股票繼續高飛 這樣他們才能套現 而且才能融資 結果現在一一拼出來 所以這件事 讓川普抓到槍 直接就開槍了 你知道我覺得最恐怖的事情 也不是現在 接著是下個月 下個月就要這個美國 因為美國本來這個月就要公佈 所謂的就是我們說關稅 你有做這個匯率操縱國家 那本來當然說 這個月就要公佈 結果沒有 他們根據最新消息 IMG說可能延到下個月 或下個月 為什麼 因為準備抓香港 你知道 聯繫匯率 就是匯率操作 匯率沒有操作 你怎麼可能聯繫匯率 好了 如果這件事 真的出來的話 那川普是開雙槍 一槍是針對在美國 掛牌的中資企業開槍 但是工農中建交 就是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在哪裡上市 是在香港上市 如果香港年蓄匯率 被開這一槍 那這個事情就大條 等於是連在香港掛牌中氣 要取得資金都有問題 所以中國這是開雙槍 所以真的是要你命 趁你病要你命